而且坦白说,水泥股虽然过去这个年龄的升幅不是很少 但其实估值这些位置还是算便宜的 我觉得反过来说,起码在这些市况里面 这么低的估值板块股份 你也不用太害怕它会太急跌 如果反过来,如果大家真的觉得市场又很害怕 要找东西去沽东西去订 又是订高估值的东西而已 所以我想水泥股叫这么低估值的话 其实防守性也很好的 还有你看到海洛卫黎版面图很明显是挺漂亮的 你见到近期不断反复上升之下 其实都站在军线楼上 甚至乎年代8月份那几个高位 大概挡近45元这些位置 近期都很明显升穿了 所以我想你很简单 其实以45元做一个可能短期的离场位 我这些位置不下来的时间 其实反复地试上挡近50过外 我觉得机会性是比较大 真的不错啊 你看到这里 还要做一个好看 这个能量是比较大 有些什么能量是比较大 我这些能量是比较大 我这些能量是比较大 很容易的是比较大